首尔地区发生一件连环杀人案 受害者都是女高中生 一时间惊动全国 犯罪分子迟迟未能落网 引起民众的强力不满 然而本应该全力追捕罪犯的警察们 却在极力地掩盖犯罪真相 并进行一场又一场的不当交易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为了平息民众怒气 总统都出来道歉 为了尽快破案 各方都在见警局施加压力 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上升到国家层面 警局自然要全力以赴追杀犯罪嫌疑人 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故 让所有事情都变得棘手起来 警方在与嫌疑人对治过程中将其打死 即使能够确定嫌疑人就是犯罪分子 可警方并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 其中有的只是一个难以检测的血迹 况且嫌疑人已经死 死无对症 这样的结果无论是对政府高层 还是对民众都无法交代 为了能够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妥善的处理 警方高层想到了一个人 他就是最近名声大噪的崔哲姬 虽然他能力十分出众 但不是正儿八经的警校毕业 即便他功勋卓越 也逃不开警局内部的鄙视链 干了十几年也只是一个小警察 不过他为人正直 并不会因为这件小事而消极代工 更不会为犯罪分子留情面 警局又一次晋升机会 被警校出身的后辈抢走 虽然他嘴上不说什么 但是常年被压制 内心难免不会起波澜 局长只是看中他没有什么根基能力出色 又苦于没有出头之路 失忆小记便可以让其就范 他还有一个整天到处给他惹是生非的妹夫 他们先是以受贿之势将其停职 之后再向他身以援手 局长告诉他 能够洗清和张希九之间的关系 但前提是必须答应他接受另外一件案子 这件案子必须做到天意无缝 崔哲姬即便自己不想升职 也许要考虑一下一直跟着他的组员 况且这件事情如果办得好 不仅可以升职 也能够在警队里面升根 欲望的种子一带在心里面发扬 就必定会长成参天大树 崔哲姬接受这个交易 为了自己的未来堵上一把 很快他就着手寻找替罪羊 他们查到 翻过类似案件的嫌疑人 一共有19名 其中5名犯罪人员的手法 和此案非常相似 这当中一些人有不在场的证明 范围逐渐缩小 经规范调查 他们见嫌疑人锁定在李东时身上 这个名叫李东时的人 算是社会边缘人物 有一个二级智力障碍的老婆 和一个七岁的女儿 她算是警局的厂寇 曾犯前见罪如狱 儿童侵犯也有两起 更讽刺的是 她现在却经营着学校的校车 负责接送学生上下学 最近她老婆查出了心脏病 需要钱来做手术 案发当天 她的不在场证明是她老婆证明的 是最早摆脱嫌疑的人 可是没有比她更为合适的人选了 必须做事李东时的犯罪事实 她必须小心翼去做这件事情 稍微有差汁便会万劫不复 她的背后可不止一双眼睛在盯着她 太经集团的会长因为她的抓捕 造成自己错失了竞标 为了挽回损失 让一个名叫朱阳检察官帮她处理 朱阳靠着岳父的实力上位 将裙带关系演绎得淋漓尽致 她的背后又有太经集团的会长支持 势图可谓是一帆风顺 有汇报就要有付出 才平常没少帮会长掩盖犯罪行径 自从太经会长被抓 她就开始针对崔折击 并也开始关注最近轰动一时的连环杀人案 她不可能被朱阳抓到把柄 为此夹击他人之手处理案件 以躲避朱阳的眼线 崔折击找到了张细久 此人也是太经集团会长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他是海东建设总经理 黑道起家 做事沙发果断 肮脏龌龊的事情没少干 崔折击授予她找了演员来顶罪 虽然她叱咤江湖几十年 但是也没有顶过这么大罪 崔折击进一步以工程引诱 作为他们交换的条件 既然嫌疑人都已经找好 自己只能出面解决 在权衡了一番后 张细久还是答应了 他将李东时带到一个垃圾场 对其进行恐吓 李东时毫无还手之力 任其打骂 一开始他强调自己绝对不是嫌疑犯 可在一亿元的诱惑下 他开始动摇 张细久承诺 他会在最大限度内利用法律漏洞 为他做精神病证明 并告诉他 在韩国无论犯了什么罪 绝对不会对精神病适宜刑罚 还会送到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李东时家境贫寒 妻子急去前来看病 在自己不会有巨大损失的情况下 他答应和张细久做交易 李东时的落网平息了民意 也让高层都输了一口气 原以为这件事情就此结束 自己也能和张细久撇清关系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张细久受到太经集团会长的侮辱 内心不服 派人在高尔福球场将其杀死 地产大亨的趣事备受关注 很快他们便查出 朱阳检察官案发室也在现场 一个检察官 一个是地产大亨 不免让人联想到 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以及隐藏在他们备好的秘密 他自然也被警察列为调查对象 不仅如此 朱阳还受到外面的威胁 有人将他和太经会长的照片寄给了他 在这个结果眼上 如果爆出来他和会长的关系过于亲密 以及他收受贿赂的事情 就连他的检察展岳父也保不了他 必须做些什么 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一方 和会长有这么大怨气的只有张细久 能动用杀手的也只能是他 他知道崔哲基和张细久之间 一定达成了某种协议 他约崔哲基见面想探一探口风 而崔哲基怕惹祸上身 急于和张细久品行关系 他越是这样就越是可疑 这时李东时的案子 突然从警方转向了检察院 知情人都知道他是剃嘴羊 生怕他会翻供 如果处理不好 大家都会跟着倒霉 怕什么就来什么 张细久为了让他乖乖听自己的话 将李东时一亿元要了回来 并且不给他请律师 律师只拿了30万韩元的工资 自然不会尽心尽力为其服务 更不会给他做精神鉴定 张细久就是要以此为他翻供 给崔哲基制造麻烦 事事也如他预期那样 李东时大到审讯时 想要为自己翻供 朱阳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从他的致言片语中寻找线索 果不其然 李东时并非真正的犯罪嫌疑人 他也查到崔哲基和张细久之间秘密关系 两人之间频繁通话 但是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 两个人有密切关系 更不可能知道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交易 于是朱阳提审李东时 在他一步一步引导之下 李东时说出自己和他们交易 得知真相的朱阳很是激动 他必须彻底搬到崔哲基 以除后患 光是靠通话记录和犯人的供词 很难支撑警察办案有误 稍有不慎还会引起检察院和警局之间的矛盾 他将检案报告写上去 却引来上司的臭码 他不想就这么放弃 事通借用舆论的压力来给高层施压 贿赂记者为其造势 李东时的事件登上了报纸头条 瞬间引起渲染大波 警局高层的信又被揪了起来 为了平息事段 崔哲基找到朱阳 想通过他和会长的照片对他形成威胁 没想到对方根本不怕 还拿出通话记录摆在崔哲基面前 这里面标注的全是他和张希景的通话记录 这些虽然不能证明他有罪 但是足以震慑到他 这是监狱传来李东时刺杀的消息 案件还在侦破当中 嫌疑人却离奇死亡 这未免也太过于巧合 最着急的当属朱阳检察官 他失去了半岛崔哲基的砝码 也让检察院陷入尴尬的境地 李东时的案子大家心知肚明 都是为了讨好上层平息民意 朱阳为了一起次力 频频和大家组队 让检察院出离不讨好 当所有人都认为事情乱成一锅粥时 崔哲基一反常态的冷静 这件事就是他指使张希九去做的 吃了哑巴灰的朱阳 并不想就此放过 为了找到崔哲基的把柄 将警局所有的文件都带走 并将他的妹妹带到检察院 妹妹是他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他绝对不会让家里人出事 他找到朱阳进行谈判 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 脱光了衣服跪在朱阳面前 同时也证明自己没有携带任何录音设备 他知道朱阳最在乎的便是照片原件 一早就拿出来双手奉上 看到他的诚意 朱阳检察官也不再找他的麻烦 他为李东时伸张正义 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而已 现在目的达到了 也没有理由和对方过不去 答应不再和他作对 朱阳检解决一个麻烦 紧接着又出现另外一个 张希九站着替自己办了那么多的事 不断地骚扰他 希望其为自己办事 他的手里有大量证据 让朱阳检不得不臣服于他 按照他的吩咐来到施工地的顶楼 即便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 现在也得毕恭毕敬聆听张希姐的询问 他最大诉求是工地能够重新开工 朱阳检答应他之后便离开了 现在他已经没有了任何选择 要不就当别人的提前木偶 要不然就一次性解决着所有麻烦 当张希九乘坐电梯下来时 电梯发生了故障 从高空快速下落 他没有能及时逃脱 死在电梯里面 看似是意外情况 实则有人在电梯里面动了手脚 崔折机和张希九的手下 暗中勾结一同谋害了他 然而崔折机不会给自己 留下任何一个把柄 准备将合谋的人给杀死 这时同事冲过来抱住他 想要制止这一切 他们是警察 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情 大呼早就发现队长不对劲 一直在后面跟着他 他想为队长守住最后的底线 两个人在扭打的过程中 不慎将同事给杀死 尽管他十分的心痛 但此时他也没有时间去伤感 必须伪装好现场 以洗脱自己的嫌疑 他将同事的尸体 转移到另外一个方向 并把枪扔在他的身边 凭借他多年的办案经验 知道这样远远不够 又拿起刀 在他身上捅了好几刀 然后用水冲刷犯罪现场 将自己暴露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他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没有人能够阻止他的进程之路 第二天一大早 大虎他们的尸体被人发现了 这是一次非常恶劣的袭警事件 但是都不会影响到催折机 葬礼和表彰日在同一天 如果换作以前 他宁愿放弃今生 守在兄弟身边 而现在他已经被欲望冲昏了头脑 毫不愧疚地在大家注目下 接受煽花和掌声 原以为这件事情就此结束 可法医报告将案件 引向另外一个方向 一开始连环杀人的犯罪嫌疑人 留在现场生活信息难以识别 法证组的人员用了多种方法 最终将疑犯的生物信息给识别出来 结果全部都在指向李东石 他是名副其实的杀人犯 并不是弟子羊 崔哲基听到这个消息 如晴天霹雳 自己做了这么多坏事 双手沾满鲜血 不惜杀死自己的好兄弟 到头来却发现 李东石就是杀人凶手 可后悔已经来不及 仁慈不能复生 崔哲基在大虎的灵前痛哭 回忆着大虎对他说的话 身为警察 他没有守住最后的底线 一生都要背负这样的罪孽 突然一辆车开过来 朝着崔哲基猛开枪 他的脖子中枪 想要拨打急救电话 又被行驶而来的车辆刷倒在地 撞他的人正是崔哲基曾经的手下 大虎的死让他们很是伤心 作为警察 他们有责任为他找出凶手 经过一番调查 他们找到一个在案发现场的人 拿着出版相机记录这一切 视频清晰拍摄到 崔哲基是怎么杀死所有人的 他们不敢相信 这就是他们眼前的队长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其中一名警员抓着崔哲基的监章质问他 就是为了这个忙 所有的一切都抵不过功名利路 警员们失望地离开了他 随着崔哲基的死亡 更多的秘密为媒体披露出来 朱阳检察官也身陷受贿丑闻 然而他和崔哲基的命运不同 在这个观观相互背靠大树成连的世界里 朱阳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他喜庆过往所有的污点 电影也到此结束 本片是韩国犯罪电影不当交易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持续更新不见不散